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领先的淡化家GAN功率晶片企业Navitas Semiconductor近期提交的一份合作文件在全球化合物半导体行业掀起渲染大波 文件披露,其长期核心合作伙伴,全球晶圆代工巨头台积电计划于2027年7月正式终止淡化家晶圆生产业务 与此同时,Navitas Semiconductor宣布与利基电达成合作,共同推进业内领先的8英寸锡基淡化家技术量产 这一系列动态,预示着全球淡化家代工格局或将迎来重塑 在淡化家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浪潮中,台积电是凭借身后的CMOs制造经验与前瞻视野 成为西基淡化家GANSI技术路线产业化的关键推动者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从起步阶段就将可靠性作为核心竞争力 其淡化家产品早期即通过严苛的JEDEC认证乃至Mail STD均用标准 验证了在高温、高压、高湿度等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效能 为切入工业与通讯等高阶市场铺平道路 台积电的淡化家布局可追溯至2011年 当时,淡化家功率器件尚处于商业化前夜 台积电基于对未来能源效率升级与高频通讯需求爆发的预判 率先启动技术研发 历经四年攻坚 2015年成功实现淡化家GANNSI工艺量产 2016年量产首年 台积电便吸引15家以上早期客户 完成50余款新产品流片 为业务扩张垫定坚实基础 2017年 与Navitas Semiconductor等企业的合作成为重要转折点 台积电代工的NavitasGANFEST功率IC大规模出货 率先在消费电子快充领域实现颠覆性突破 至2023年 台积电就已占据全球淡化家晶圆代工40%的市场份额 与德国XFAB的33% 台湾汉磊EPICIL的16%形成一超两强的格局 不过 目前主流淡化家晶圆制程 以GANNSI淡化家外延层生长在吸衬底为主 主要集中在6英寸和8英寸产线上 以台积电为例 其150毫米6英寸吸衬底工艺为核心 服务包括Navitas Semiconductor 一把半导体与GAN Systems等企业 提供高压淡化家晶圆制造代工 但由于整体淡化家市场体量相较CMOs原小 价值定价难以形成规模溢价 台积电的淡化家业务始终维持在较低头片规模 因此 台积电决定于2027年前 逐步退出淡化家晶圆代工业务 而与此同时 英飞灵则在大力推进300毫米淡化家 GAN晶圆IDM自建产线 力图在效率与成本上获得先发优势 两位主要的玩家选择不同 逻辑也不同 随着淡化家半导体需求的持续增长 英飞灵正抓住这一趋势 巩固其作为淡化家市场 领先垂直整合制造商IDM的地位 近日 英飞灵宣布其在300毫米晶圆上的 可扩展淡化家生产已步入正轨 随着首批样品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 向客户提供 英飞灵有望扩大客户群体 并进一步巩固其作为领先淡化家巨头的地位 英飞灵的生产策略 主要以IDM模式为主 即拥有从设计到制造和销售最终产品的 整个半导体生产流程 公司的内部生产策略是市场上的一个关键差异化因素 具有多重优势 如能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 更快的产品上市时间 以及出色的设计和开发灵活性 英飞灵致力于未淡化家客户提供支持 并可扩大产能以满足他们对可靠的淡化家 GAN电源解决方案的需求 凭借其技术领先优势 英飞灵已成为首家在现有大批量生产基础设施内 成功开发出300毫米淡化家功率晶圆技术的半导体制造商 与现有的200毫米晶圆相比 300毫米晶圆上的晶片生产在技术上更加先进 效率也显著提高 因为更大的晶圆直径可使晶片生产效率提高2.3倍 这些增强的能力 加上英飞灵强大的淡化家专家团队 以及业界最广泛的知识产权组合 恰好可以满足基于淡化家的功率半导体 在工业、汽车、消费、运算和通讯等领域快速普及 包括AI系统电源、太阳能力变器、充电器和适配器 以及电机控制系统等 那么此前Navitas Semiconductor的淡化家业务就由台积电生产 而台积电在近期被传出将退出淡化家市场 逐科的晶圆厂相关产线将停止生产后 就在7月初 台积电发表声明表示 经过长期业务的完整评估后 公司决定在未来两年内逐步退出淡化家业务 他们正与客户密切合作 确保顺利过渡 并在此期间继续致力于满足他们的需求 但在这之前 台积电曾对淡化家业务展示了积极的布局与进展 2024年初的年报显示 公司第二代650伏100伏EHEMT技术已完成可靠性验证 计划于2025年投产 同时台积电也在积极推进8英寸淡化家GANNSI技术的开发工作 预计该技术将于2026年开始投产 但鉴于现在台积电淡化家代工业务的投片量相对较小 其当前6英寸晶圆月产能紧 3000片至4000片 即使头部客户如Nivitas Semiconductor占据大部分产能 对整体营收的贡献仍归乎其微 相较之下 AI晶片领域的先进制程与封装业务展现出更强的利润吸引力 从当下的最新布局来看 台积电正在进行战略重心转移 剥离相对低利润的淡化家代工业务 转向高效能运算 或者AI晶片等需求更高的领域 摩根士丹利数据显示 台积电QOS先进封装产能将从2025年底的70K提升至2026年的90-95K增幅达33% 其中 汇达Blackwell架构GPU揽下七成Cowazel产能 Rubin晶片也保持增量 受益于AI需求爆发 台积电先进封装营收占比预计从2024年的8%提升至2025年的10%以上 战略重心向高回报领域倾斜 成为必然选择 总体来看 淡化家市场虽然规模快速扩张 但盈利能力未能达到台积电的内部预期 另外 今年淡化家市场经历了一些变动 例如 专注于碳化锡和淡化家等第三代半导体的Wolf Speed宣布进行破产重组 都是台积电决定退出淡化家业务的因素 不过 就未来前景来看 淡化家依然被视为未来的重要新兴技术之一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